除了这以外 还有一批建的都属于 关架燕农这种类型 关架燕农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要跟农事有关 它要在园子里看着这个农业的状况 利用园子的这小小的 一部分农田 可以透视到全国的农田的发展情况 所以就出来田子房 为什么要搞田子情况 它说我要关心农业的发展 因为当时中国是个农业国家 如果你农业出了问题 那你这国家粮食都供应不上了 那岂不是可能遭到外地的侵略 可能农民要起义是吧 所以必须得关于农业 从这原来原来的建筑来看吧 我感觉也可以看出来 每个皇帝对于建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五个皇帝都有不同 比如道光皇帝 他就喜欢一个很大的空间来做一个寝宫 他的那个寝宫里边 最前边的 批出来这么 大概五六米宽的这么一个距离吧 就在这里做一个小戏台 他就在室内演戏了 演员从侧面的门进来 然后皇帝都坐在这边看 那皇帝跟着演员就在同一个空间里 可以互相交流 但是呢五个皇帝 我感觉对比比较强烈的是雍正和乾隆 对雍正吧 还是比较低调的 他的房子盖得可以说比较朴素 都是灰的屋顶啊 没有用什么琉璃瓦 比如兴华春馆 兴华春馆就是他原来的菜谱 他的菜谱呢 当时呢是规模很小的是吧 就是种种菜什么的 是皇子时期的 那么后来 里边又种了杏花啊 又盖了一个房子叫杏花春馆 但是呢 杏花春馆呢 后来到了乾隆时期 他还把它又改了一下 他觉得这个 都是菜谱太自然了 我还是给他提升一下吧 他就在里边盖了一个 小的院楼 院楼的主要建筑 叫春雨轩 春天的春下雨的雨 他就是祈求上天能够保佑他 年年都有春雨 结果从盖了春雨轩以后 还真灵 乾隆二年以后 年年下雨年年下雨 到了春天就下雨 他觉得 哎呀 他说这个真是 我这春雨轩盖得好 符合了这个 他的要求吧 就对上天给他固有了 那么乾隆呢 一天见了房子 他觉得有很多东西说 大家要没见过的 搞点这种很特别的吧 那么他就说那我模仿仙境 我搞一个仙境的景观 所以最后他就做出一组 叫方胡圣镜 那么这方胡圣镜 当时盖完以后 他就用了哎呀 五颜六色的屋顶 搞了琉璃瓦了 每一个建筑的屋顶都不一样 比如黄琉璃瓦的屋顶 那我来一个绿的边 然后蓝六绿瓦顶 我来一个黄的边 还做了这种简边的处理啊 所以最后结果就感觉特别的漂亮 他就说我这是人家仙境 他说我觉得 想想看历史上 就是秦始皇 还派了什么习服啊 带着什么同胆同领 跑东海去找仙境 最后说船也没了 人也没了 也没找到仙境 说其实仙境不就在我园子里吗 所以这前皇帝就是他很有那种畅想的精神啊